欢迎来到Focus全球新闻 那么在这一天 这个星期五 相信国际所有媒体都一致的 在今天告诉我们 这是欧战整整一年了 还没有打完 在一年前的今天 俄罗斯就像美国情报预测的 在这一天开始大举入侵 邻国乌克兰 改变了欧洲最贫穷的国家之一 也让全世界一整年 不管是在政治或是全球经济 都起了前所未有的大变化 很多人原来以为开战不久 基辅就会落入俄军的统治 但是已经撑过了365天 在这一周年前 联合国大会通过了决议案 要求俄罗斯撤军 当然这决议案是没有法律约束力的 那么世界各地继续纷纷 强力展现力挺乌克兰到底 在巴黎碟塔和欧盟的机构外 都打上了乌克兰国旗的黄蓝色 G7其他工业国决定 今年会把对乌克兰的经济援助 那么重点就有390亿美金这么多 一年前的这一天 2月24号 俄罗斯总统普钦一声令下 莫斯科大军挥军乌克兰省独击辅 撑过365天苦难血腥 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 在周年演说强调 将会击败所有威胁 如今战事进入第二年 依然看不到尽头 开战的俄罗斯在国际社会 也更显孤立 在误战周年前夕 联合国大会23号以141比7压倒性通过决议案 要求俄罗斯撤军停止战斗 白俄罗斯 北韩 叙利亚等六国 加入俄国行列投下反对票 中国等32国则弃权 输送武器不会带来和平 拱火交游只会加剧各方矛盾 延长冲突 只会让普通民众付出更大代价 不过世界各地纷纷展现力挺乌克兰 俄罗斯位于纽约的领事馆外 周四晚间挤满群众 挥舞乌克兰国旗 手持蜡烛 谴责莫斯科入侵 英国抗议人士 则是用160公升的黄蓝色油漆 在伦敦俄国大使馆外马路 漆上500平方公尺的巨大乌克兰国旗 巴黎铁塔也在日落后 打上黄蓝色灯光 欧盟位于布鲁塞尔的欧洲议会 和欧盟职委会等建筑同样亮起 乌克兰国旗颜色 另外有团体在欧盟机构外 放置上千只太迪熊 抗议俄罗斯 随着一周年脚步到来 俄军在乌东和乌南攻势也加大 北部地区俄罗斯边境 至少25个城镇遭炮火袭击 根据乌克兰总参谋部 这一年俄军发动超过5000次飞带袭击 和3500次空袭 看看现在战斗最激烈的前线城镇 巴赫姆特 无人机空拍显示 战争已把一个盐矿镇 变成千疮百孔的鬼城 战前约8万的人口 镜头下完全消失 不过他们还在 还有数千人躲在地下室和防御堡垒 试图存活下来 同一时间 俄罗斯首都上空 施放璀璨烟火 纪念相当军人节的祖国保卫者日 普钦也在莫斯科出席献花仪式 俄国国防部长不忘痛批西方 集体利用乌克兰 俄罗斯前总统麦维德夫 周五誓言取得胜利 还说莫斯科准备好 站到波兰边境反制威胁 这场欧洲自二战以来最惨烈冲突 伤亡难以估计 两军至少个十万人死伤 乌军从去年下半年开始夺回部分尸土 但现在俄罗斯仍控制 约五分之一乌克兰领土 美国总统拜登周五将与G7七大工业国领袖 和泽伦斯基举行线上峰会 宣布新制裁 同时加码20亿美元安全援助 请支持专门报导国际新闻的全新YouTube频道 TVBS国际plus 霍大视野掌握趋势 邀请您订阅并且开启通知小铃铛